大家好,我是星期日報 今天是2020年11月4日 星期四 阿波,即是我們財政司司長 在12月27日 中了一個沙地阿拉伯的Omicron 故意做一些新的 沙地阿拉伯的Omicron 新冠高雲拉天快測陽性 隨即結束訪問 上個月31日 對,上個月31日 為何你可以這麼快回香港 11月2日 即是日日 11月2日 隨即去到國際風 金融風會 就脫下口罩 政府回應 接受全部查詢的時候 解釋阿波 為何可以 抵港檢疫的安排 政府發言人說 在海外或台灣人士來說 抵港後 不論有沒有中沙地阿拉伯 軍需必須在機場做核酸 並檢測方向 安排採用 無需機場等結個案 抵港流程離開機場 抵港時檢測情形性 警方申報表 便會發送給你 將個案定計為 以康復個案 或確診輸入個案 或以 決定 要不需要你去捉高溫隔離 直方法言人說 根據現行入境房的安排 除非所有海外人士 你都要到達前 你都要到達前 你都要到達24小時的 快測 除了陰性才可以回來 六月一號起 三個月內 檢疫的人士 三個月內 除了染疫的人士 登機前 你一定要做核酸的陰性 才讓你回香港 我不知道阿波是怎樣 根據衛生署紀錄 9月26至11月1日 有四五名 抵港人士申報 曾在三個月內 還做COVID-19 登機前 快七成陰性 但抵港後 核酸成陽性 四五五 即是快測前陰性 四五五 即是中陽性 法言人說 相關人士都沒有病徵 是沒有病徵的 核酸檢測的CT值 即是抗體水平 相對較高 即是可以佔性COVID-19 經衛生署核實 就沒有問題 是沒有病徵的 反正說 陳茂波出席 國際金融峰會 就要遵守其他 適用於海外來港的人員的措施 而他表示 神鎮 即是不吃飯 即是他慎重的 你想幫我鋪上菜單出來嗎 我有菜單 記得按讚 點擊 нас 旁邊ケ 還是下次再分享了 Scoop device 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 있他們給他們吃了 贊助 聽升奇異德道 可能也是經 zaman since possible lady 我認為 裝載VPN試試對你 可能會有從容 尤其是YouTube無法登侵 透過VPN 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 限制 用本台的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